记者萧芳系台北报道 吴念珍、陈明璋等人 今出席绿光剧团音乐剧《再会吧!》 北投记者会 两人相隔32年 继电影《恋恋风尘》后 再度共复音乐剧 该剧发向回溯至30多年前 陈明璋写了《再会吧!》 北投、温泉色的《浇杯酒》等歌曲 那时候就一直期待有一天可以变成音乐剧 今年终于实现 陈明璋笑说实现的契机 是指风车文教基金会执行常理永峰的加入 他把最困难的剧本编写丢给最会说故事的吴念珍 而吴念珍却坦言写过小说、舞台剧、歌词、电影剧本 第一次写音乐剧 压力很大 要计算歌曲的数量 铺排情绪 对他而言 是全新的学习 搞得他快疯掉 哭笑 这么老了为什么还要这样 该剧将于7月21日起 在台北国家戏剧院 台中国家歌剧院 高雄至德堂接连演出13场 吴念珍、左、陈明璋出席绿光剧团再会吧 北投音乐剧开卖记者会 记者宋志雄社、罗北安、左起、雷辉、刘以辱、吴念珍、陈明璋、李永峰出席绿光剧团再会吧 北投音乐剧开卖记者会 记者宋志雄社 文化剧院 所谓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